7月15日,有网友爆料《创造营2021》选手张新尧 在粉丝群内发表各种不雅言论,内容相当辣眼睛 而就在事态发酵之后,张新尧工作室发表回应,在线辟谣,引起不少争议 张新尧个人工作室辟谣回应,表示部分网络用户通过社交平台 发布了针对张新尧的不当言论和不实信息 针对上述网络用户现有的侵权行为,现已取证完毕 张新尧方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不过这个回应并没有让网友信服,而是引来了更多的嘲笑 嘲讽张新尧本人毫无担当,也没有正式对粉丝回应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聊天内容,让张新尧即便回应也被百般嘲讽呢? 由爆料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张新尧是在自己的粉丝群内与粉丝们互动 言语中三句离不开,低俗言论,比如自己发了个视频 然后问粉丝要不要看自己的隐私部位 甚至到了广州,还问粉丝有没有在当地的,去酒店找他睡觉 单纯的要睡粉,在他这里就是小菜一碟 甚至在群里,张新尧还想有更过分的行为 因为粉丝群很多,他想群里的女粉丝都发果照PK谁的身材更好 称自己想看,还教唆粉丝丝发给自己果照 没想到,张新尧这么一喊,群里很多粉丝都仿佛上头了一样 给他丝发果照,就连张新尧也有点震惊这么多人都敢玩 可能是粉丝也习惯了张新尧这么低俗 他在群里还想开群式,停不穿衣,服露脸直播聊天 暂且不说张新尧是个小狐咖 起码的尊重与遵守聊天软件规则都没有做到 在他看来,粉丝都是他的妃子,想看哪里就看哪里 当聊天记录曝光后,网友对张新尧的言论颇为震惊 如此胡咖还到处撩骚,对他的滤镜真是碎了一地 当然,聊天记录并非无人无故被公开 据八卦博主爆料,泄露这次聊天记录的正式托粉的粉丝 粉丝之所以托粉,是因为之前发了一张照片 结果被粉丝看到了嫂子 粉丝托粉之后回彩,公开了还是在网红时期的张新尧的聊天记录 在群里各种无言会语 其实,早在去年,张新尧就因为评论过于恶臭被网友爆料 当时张新尧还发了个微博回应,对自己的言行道歉 但没想到,比起普通的评论,张新尧在粉丝群内的聊天更加辣眼 如今聊天记录都已经曝光 张新尧称已经取证,没有回应聊天内容 之后的事件走向如何,网友们还要谨慎吃瓜 请不吝点赞订阅